NBA迈阿密热火队球员维德 这个赛季结束就要退休 最后一次主场比赛 大批球迷都赶到球场 欢送这位传奇球星 美国前总统欧巴马 还特地拍影片致意 致敬影片 三世魔术号码 迈阿密热火队主场比赛 在开始前先放影片 向球星维德致敬 因为这是他在自家主场 最后一次代表球队出赛 NBA球员维德 我情绪一定会很激动 维德打完这个赛季 就要高挂球鞋退休 球迷赶到球场抢最后一刻的球票 进场欢送这位巨星 球迷他一直是很好的榜样 来自芝加哥的平民区 却上马凯特大学 还有这一切 他立下了典范 得分后卫就该是这个样子 美国前总统欧巴马 也拍片向他致意 恭贺他退休 美国前总统欧巴马 维德 恭喜你有这么棒的职业生涯 我知道你现在的感觉 因为向你热爱的职业道别 一向都不容易赞助 上海找来曾受维德帮助的民众 包括平民窟长大的青年 因火灾失去住家的妇人 没钱上大学的学生 校园枪击案受害者家属 还有维德自己的母亲 担任神秘嘉宾 与他交换球衣 让人看到伟大的球员 在场外带来的正面影响 受维德帮助民众 没有你和你的全额奖学金 这一切都没有可能 这是我的学士服 另外有媒体找来127位NBA球员 匿名投票护评 结果乔丹以73%的的票率 获选为NBA历史上最佳球员 大胡子哈登则以将近50%的的票率 获选为MVP 获选为MVP